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运载卡车抛头下最后一车始料 长江被成功截流 两岸建设者们一起欢呼起来 这是一座怎样的水利工程 它的成功截流又为何如此牵动人心呢 这项水利工程就是万里长江第一霸 葛州霸水利枢纽工程 历史上长江遭遇过不少洪老灾害 长江防洪是关系国家大局的问题 1956年 毛泽东畅游长江时 写下了快智人口的水调歌头游泳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乌山云雨 高霞出平湖 神女英无恙 当今世界书的豪迈诗句 1958年2月 周恩来带领100多名中外专家 乘船自武汉宿江而上 对长江三峡进行了考察 1958年3月 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 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 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 意见指出 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 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 三峡水利枢纽 是需要修建 而且可能修建的 但是 由于当时的技术和条件 都不太成熟 直到1970年 中央决定 先行修建三峡工程的配套工程 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0年12月30日 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 正式破土动工 轰轰烈烈的建设序幕 也由此拉开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党史专家是 王炳林 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王老师 首先请您跟我们讲讲 在长江所建设的第一座 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为什么会选址在葛州坝呢 我们来看 长江出三峡峡谷后 在湖北宜昌南军关 长江水流呢 在此啊 由东 急转向南 因此呢 这个坡度斗落差大 水利资源丰富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国的水利事业呢 有了长度的发展 当时甘肃的刘家峡水电站 还有三门峡 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 让中国呢 积累了相对成熟的 水利建设经验 1970年 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 正式动工后 成千上万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 在葛州坝安营扎寨 最引人注目的 是一大批女性建设者 他们有的负责挖土运土 有的负责物资运输 他们以特别能吃苦的任性 书写着艰苦卓绝的奋斗诗篇 其中 电汉女工周日山 在施工一线刻骨钻研 并攻克了一个个施工难关 然而 由于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采取的是 边勘测 边设计 边施工的方式 随着工程的进展 一些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让工程陷入了困境 工程建设 在1972年被迫按下暂停键 1972年11月 周恩来任命水利专家林一山 负责葛州坝工程的修改完善工作 完成了设计方案 1974年底 葛州坝工程复工 1981年1月4日 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成功结合 1988年8月 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坝 耗时18年终于去工 王老师 在修建 葛州坝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过程中 遇到了哪些困难 建设者们又是如何攻克这些难关呢 工程的建设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当时工程呢 既要保障长江航道正常通航 又要防止泥沙渔机 做好长江截力 通航问题也就成了葛州坝工程的头号重点难点所在 设计人员呢 经过反复的论证和实验 采取了一体两义的格局 按照进水通航冻水冲沙的方案 成功解决了泄洪排沙问题 保证了航运通航和水运事业的持续发展 葛州坝工程是20世纪 我国自主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的 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低水头大流量净流式水电站 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江水患 具有发电 改善辖江航道等功能 可发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同时 他提高了我国水电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 培养和锻炼了一支高素质的水电建设队伍 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80年 画家何嘉英 为描绘中国人民夜以继日 建设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时的景象 创作了中国画 《春城无处不飞花》 中国画《春城无处不飞花》 这幅作品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展出后 受到广泛好评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画作 感受它的艺术美丽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美术评论家是尚辉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尚老师 《春城无处不飞花》 这样的一幅画作 我们应当从哪些角度去欣赏它呢 《春城无处不飞花》 是何嘉英早期的一幅人物画代表作 它以宫写结合的手法 塑造了葛州坝工地建设女工的群像 描绘了一群女工夜晚收工后 在街头买花 带花 彼此装扮的欢乐情景 通过浓淡关系 凸显了众女工为那位白衣女工 带花的情节 画面着力描绘了那位俊俏 大方 朴素的女工形象 她满脸喜悦 面色潮红 也因众女工为她装扮 而显得几分羞涩 前景那位蹲下来买花的女工 位置最前 形象所占空间最大 却以弹幕来处理 画面左侧那位背对观众的女工 则以浓墨塑造 她的窈窕身材 恰恰是对女性形象最好的诠释 而白衣女工左侧那两位女工 则以她们生动的体态 形成了整个画面 具有动感的造型形象 画作通过正向构图 在图像上 暗示了这些女工的电焊工身份 也中添了画面空间的纵深感 画面的背景 画家采用了平直的线条 勾勒出大坝结构的轮廓 反映出建设工地工作严谨的氛围 女工身后下班的工人 陆续通过站桥离开工地 而大坝建设仍在马不停蹄地运转 平台上还有夜班工人正在汗街 夜幕深处 吊车和工地上灯光点点 闪烁着色彩斑斓的光亮 工人们的热情和汗水 都融在这灯光中 照亮这拔地而起的宏伟工程 尚老师 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 何家英在创作《春城无处不飞花》 这幅画作的时候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这幅画作是何家英1980年 去葛州霸深入生活之后 几经酝酿构思完成的早期代表作 1957年出生于天津的何家英 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 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是当代中国画坛享有盛誉的工笔人物画家 他将欧洲古典主义人物造型 与中国传统工笔画相结合 塑造了赋予时代气息的 中国现代人物形象 代表作主要有山地 十九丘 丘明 和五支系等 他在葛州霸写生期间 他以《买花姑娘》作为线索 表现了一群女工 围绕着买花带花 而洋溢着的青春萌顿 以花为主题 赞为青年建设者们的花样年华 当创作主题确定以后 画家又是如何将生动的人物情节 与景物之间产生交融的呢 我用一个棧桥把它连接起来 还有很多人在大坝上 日以继夜地在干着工作 然后层层叠叠地 逐渐地推演 一直到棧桥 一直到大坝 我有一次上到大坝上去 看见一个电焊女工 她拿个草帽 一边删 一边给我做模特 还画了很多的塑形 都成为了我的一个 感受的一部分素材 我搁到画里头了 就赋予了建设厂面 一种生活的抒情的反应 使得这个工业题材 变得有了温情 有了一种美的追求 画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 将真切的体验和感受 融入到艺术创作中 使其在表达现代生活的语境中 完成了对时代特征的构建 作品一经亮相 受到各界好评 高峡出平湖 当今世界书 葛州瓦水利枢纽工程 作为三峡工程的配套工程 是我国大型水利工程 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它的建成 是中国不断繁荣富强的象征 也向世界展现了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制水千秋立 放歌百岁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节水优先 通间均衡 系统制度 两手发力的制水思路 为推进新时代制水 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作为国之重器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全面发挥效果 截至2020年 累计实现发电 13,992亿千瓦时 过扎货运量15.38亿吨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吊水工程 南水北吊东中县一期工程 全面通水七年来 工程累计吊水 494亿立方米 骨骨清水 汇责1.4亿人 经过不懈努力 我国水利工程规模和数量 举世界前列 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如今 中国人民将接续奋斗 以伟大的创造力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的新征程上 乘风破浪 坚毅前行 再创新的更大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